台湾原住民语就是台湾南岛语 台湾很多地名属于台湾南岛民族的地名 麻豆 麻豆 麻豆这个是希拉雅的一个村落的名字 麻豆的本意是眼睛 引申为中心点之意 请问布农主眼睛怎么说 麻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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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从麻豆的发音可以发现 台湾南岛语和世界南岛语的历史渊源 这些语言都是非常珍贵 我们说珍贵并不是台湾觉得很珍贵 国际上的所有研究南岛民族的这些学者 都认为台湾南岛语言是最重要 占有关键地位的 你不管是研究民族的起源地也好 或是研究南岛民族的母语的语言 都需要靠台湾地区的南岛语言来做这样的研究工作 目前台湾原住民族人口大约53万 许多早期南岛语特征 只有在台湾南岛语才看得到 国际著名学者贾德戴蒙早在2000年 在《Nature》期刊上就把台湾南岛语 誉为台湾献给世界的礼物 没有台湾地区的语言它没办法做 没办法做重建我们南岛民族的历史 南岛民族历史至少有5000年 这么久了 所以这些语言的存活 不只对我们很重要 对国际南岛语言学界认为是非常重要的一件工作 那我们希望这些语言能够保持得越久越好 保存台湾南岛语就等于重建世界历史 大家一起让台湾南岛语永久流传